远古时期,大概是多远呢? 距今七十万年前,有一个猿人看着天空突然想到, 从天上往下边看是什么样呢? 于是他爬上了山顶,第一次俯瞰他生活的世界。 袁莫明初,有一个叫万户的人看着天空突然想到, 从天上往下边看是什么样的呢? 于是他自制了火箭,开始了人类飞天最早的尝试。 2017年,一个初中生看着天空突然想到, 我从天上往下边看是什么样的呢? 于是他和大疆的故事开始了。 那个时候的大疆无人机并不普及, 周围知道这个品牌的人也寥寥无几, 也正是因为少数,所以航拍在那个时候显得特殊又神秘。 我享受准备起飞前繁琐的步骤, 享受怠速和选顶时候螺旋桨巨大的噪音, 享受暴起遥控器, 紧锁眉头若有所思又从容自信地在众人羡慕的眼神中等来那句, 因为这一切在别人的眼里就两个字, 专业。 再回答了无数次, 这样的问题之后, 我慢慢长大了, 身边接触航拍的朋友也越来越多了起来, 曾经小众的爱好变得大众, 曾经上万的饥黄逐渐淘汰, 连曾经问我问题的大眼都用上了玉三。 短短几年, 大江就把航拍的门槛拆得支离破碎, 也粉碎了我从前享受的众星捧月般的虚荣。 就在上个月, 我成为了大江校园飞行大使, 大江把最新的mini 3 Pro寄给了我。 这个被我从一开始就定义为玩具的无人机, 让我丝毫没有分享它的欲望, 直到那个日落。 我第一次接触航拍的室友拿着它, 露出无比惊喜的表情。 我好像看到了70万年前, 周狗店员人第一次复开视频。 我好像看到了我第一次拿起遥控器的样子, 那是对天空最原始的渴望。 我曾不止一次想用专业的设备将天空据为己有, 却忘记了仰望天空, 是人类从远古时期开始就被赋予的权利。 那个瞬间, 我好像明白了这个玩具畅销的原因, 同时也懂得了作为校飞大使所肩负的责任。 从使用者到推广者, 那个初中生和大江的故事还在继续。 嗨, 在吗? 我有一片天空, 分你一半。 这是我们作为大江校园飞行大使的第一期视频, 之后我们也会多多更新这方面的内容, 但是我们的视频绝对公正客观, 并且没有被充值。 还是两天多本子, 谁给你充值呢? 闭嘴。 好了, 这期节目就是这样, 如果大家觉得我们做得不错的话, 请多多点赞支持。 我是小陈, 我们下期再见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